今天去了我们当地的一家知名的商场 这里边几乎是没有什么顾客 可能是受大滑镜的影响 现在实体店都很惨 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恢复 只希望我们的经济快点好起来 我们的钱包也能快点鼓起来 这也是我们的心愿 共同的心愿 都有半年以上没有丢出去 这个也没有丢出去 就撤回了 现在实际也越来越不行了 今天跟大家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 咱们现在的实体经济就在崩溃的边缘 以前实体生意还有淡季旺季之分 旺季拼命地赚钱 淡季也无所谓 可现在还有淡季旺季吗 生意那是一年比一年长 一个月比一个月更加的糟糕 这就是残酷残酷的现实 看看周围的餐饮店 各种店铺有几家真正能赚钱的 唯一不解的是那个药店越开越多 药店是怎么赚钱的 它到底真的能赚钱吗 咱们再瞧瞧那些可怜的人流量 大街上市场里商场里 除了周六周日还有点人流量 平常冷清的很 用咱家老土话说就是 扔个棍都砸不到一个人 未来根本不存在个铁户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 千万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未来呢 要么富要么穷 个体小经济呢 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呢 很伟大 创造了无数的经济奇迹 但是历史的舞台 这些小商小饭们也要退出了 之前热闹的县城已经冷清到这种地步了 中午12点是餐饮店高峰期 可是今天这样一个人都没有 昨天的营额还有600多 今天只有300 真的一天每天难熬 我们的这个店在学校店面 三年前花了三万多块开起来的 那个时候眼流不错 生意还可以 另外在学校对面 做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搞的店比客人还多 没有几个店可以挣到钱的 都是在这里熬着 年前我表弟两夫妻花了两万 开了一个快餐店 两个人天天从早手到晚 每天一额才两三百 做了一个月 直接贴转样 贴了三个月都没有转样出去 问都没有人问 就直接把里面的东西进了二手老板 卖得一千块 然后两夫妻去供一般专 每人一天可以挣三百以上 但是很辛苦 也有力气才能干 像我又没有力气 想干也干不了 现在这样的处境真的让人 静腿两难 无从选择 现在这个经济啊 真的是越来越差 昨天我点了一家外卖 外卖洋送过来 我感觉这个家味道还可以 然后我今天又准备去点它一下 但是没想到 这家店竟能关门了 然后晚上下滩 收摊了 我再过去看一看那家店 因为离我很近嘛 我知道他家店的 我以为是网上关掉了 还怎么回事 都没想到 上面写了转浪 这家店已经不做了 有些店你看它开着好好的 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倒闭了 像这种情况啊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今天有个理发店的老板啊 到我家来买衣 我跟他聊一会天 我问他最近生意怎么样 他跟我吐槽 最近真的是擦得一塌糊涂 一往年的话 不知道要擦多少了 像以前 什么做头发 揽画呀 拉直啊 生意都很好的 每天不说多 两三个人是有的 但是今年的话 一个礼拜 能有两个人就不得了了 每天开门做生意 最多也就是那么几个剪头发的 而且都是一些男士 几个月才剪一次的 现在像女士的话 基本上很少看到了 基本上不怎么来了 接到的都是些男顾客 像以前他开这个店了 接到女顾客比较多的 他说像现在这个生意 真的是没法干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 每个月感觉到自己 连黄租都户不起了 可能干过根本 这个业以后了 他就说不做了 要回老家去了 其实不管做什么都一样的 现在这个经济下滑呀 做啥都不好干 连我们三线店都难干了 理发店又能好办哪里去呢 毕竟这个不是美丁必须的东西 所以这个生意的话 只比我们的话 更加的难干 最后在这里奉向大家呢 如果你们有稳定的工作 一定要好好珍惜 不要轻易的去跳槽 即辞职 现在工作的话 不要让什么掌心了 不降心已经不错了 大家说是不是啊 在当今这个数字化 飞速发展的时代 电商 微商 直播购物 等线上消费方式 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这无疑给我们熟悉的实体店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冲击 让实体店的经营之路变得愈发艰难 也许很多人对此还抱有怀疑的态度 但是只要你看一看 现在拍摄的视频内容 就能深刻的感受到现实的残酷 众多的实体店大面积关闻倒闭 一片萧条现象 就拿这条熟悉的街道来说 之前有一家开了多年的传统书店 店内书籍琳琅满目 但随着线上图书销售的兴起 加上高昂的房租和有限的人流量 这家书店最终没能扛住压力 在去年年底关门大吉 还有一家服装店 然而在网购的冲击下 生意逐渐冷清 即使多次打折促销 也无法扭转局面 今年年初无奈倒闭 这其中的缘由 虽说是与当前的经济形势有一定的关联 但实际上它是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实体店房租的持续攀升就难以接受 如今的实体店 为了吸引线下五公里左右范围内的人流 往往需要选择在人流密集的黄金地段开店 而这样的位置铺足高得惊人 并且多数房东还会年年涨价 很多实体店老板辛苦一个月 盈利甚至还不够交房租 无奈之下不得已提高商品的销售价格 可是价格一上去 购买的顾客自然就少了 就像视频中所呈现的这个小区 虽然说人流量不算少 按理说应该是生意兴隆 可这里的实体店却纷纷开不下去 很多店铺经营不过半年或者一年就无奈倒闭 而且即便想要转手也因为高昂的铺租而困难重重 因为每个月的盈利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 如果房租再继续上涨那真的是难以支撑下去 再者网购和电商平台的激烈竞争 也让实体店举步维艰 如今很多人都习惯了在网上购买商品 尤其是服饰类 大家常常会在实体店里看好款式的尺码 然后转身就在网上下单 网上的价格通常比实体店要便宜得多 而且网店24小时营业 而实体店每天可能只能营业10个小时左右 这种时间上的差异 使得网店在竞争中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 那就是懒经济的盛行 如今大家似乎都变得不爱出门了